永远 永远恋爱 恋爱到死才好呢 仨媳妇全出轨 都跟别人 那你嫁不住 她勾搭她呀 今天的大爷属是奥利北 人家顶多被女人种满草原两次 她可倒好同一个问题出现了三次 这不是纯纯的吸扎女体质吗 还是老头身体零件有啥问题 但你大爷还是大爷 人家根本不在乎是几婚 直呼生命不止恋爱不停 孙平六十七岁三段婚姻 会修金两点八个钱 一同线有套五十二平小两居士 这大爷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 红娘找到孙大爷的时候 老头正在公园里安拉索练高音 哈哈这一口气别的气气都想替她唱了 她在这有着自己的公园合唱小分队 在这圈子里人缘混的也不赖 知道大爷今天相信着不来了一群拉拉队 立马给老头开起拉票模式了 也不会打麻将 什么爱好没有 就爱好唱歌玩 我大哥吧 全是全是优点 不好的爱好没有啊 三会会唱歌会谈辫子琴 会养生保健 还会做家务 三不会呢 不会喝酒 不会抽烟 不会打麻将 夜和一个女的 跟她生活在一起 后半上都是幸福 哎呀你瞅瞅这亲友团挺美丽啊 我感觉这孙大爷跟三字挺有缘的 好家伙那咱就是说 你既然这么完美咋还能离了三次婚呢 大爷讲话了他这是遇人不输 原配妻子在俩人的儿子四岁时 被一个情场高手给劫户了 对比孙大爷的窝子没本事 那男的用金钱收买了老张人一家 然后就验识他单位开车的司机了 现在他俩还过 这男的有手段也是 一同线他喜欢谁 他能千方百亿 能把你感情俘虏 能把你挂到手 他舍得投入 给买凤康这件事 那前自行车那了得了 那相当现在一个豪华的摩托了 不敢 还有买个小轿子 然后呢给他妈家 也就是当时我老张家 那些都民房哪有楼啊 那些年 他承包大解放的单位 承包了个人了 然后搬汽车搬汽车 拉卖服务了 喂猪 一年都喂不了 就那么投入 那谁不得 老张小姨小舅 就感情基本 全家都服务了 更窝囊的是 原配居然挽起的拉帮套 此时此刻 俩人的孩子都四岁多了 这让孙大爷就感到我心至极 所谓拉帮套 就是丈夫窝囊没本事 女人给这个家里 再找个候选 丈夫帮忙养家糊口 关键是孙大爷 一步残疾二 有正式工作 原配妻子 竟然堂而皇之 一点不遮掩 还对孙大爷说出了 如此大言不惭的话来 说你长 名声不大的 不臭的 哎呀 他岁数大了 大二十来岁 十七八岁 跟他三年两年就老了 这么劝我 说你男的 你挺大 男的心眼这么小 你就让我真这样 就像当个拉帮套的 对上家这么好 让我做到这一点 我说他好像做不到了 就是说 当时他的感情 给他一半给我一半 给我们俩了 赢一半了 那我就受不了了 谁说不是呢 这样的帽子爱谁 带水带 是个正常老爷们 都受不了啊 于是就和妻子离了婚 一年后 他战友又给大爷 介绍了一个席部 说起来 这还是个干部呢 第二任 妻子个子高挑 有气质 追求者很多 最后有点 树达招婚了 他也是干嘛 说呀 他比我小两岁 其实他就是个头高 有点气质 大个儿 其实他长得不算好看 但是老多人追求他 一说喜 老多人店也追求 过了四三年半 我们俩 其实越说越不怨我 你要说哪一个 你说怨 第一个你说怨我吗 是不是啊 你实在比不了 我命都怕 上到他手 这个呢 这个也不怨我 不怨我在哪呢 他商量我离离婚 商量到后半夜一点半呢 我说中了 别磨叽 睡觉吧 我同意了 虽说第二任 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但是天天有难的追你媳妇 你能受得了不表面 不在乎 心里毕竟有前车之鉴 肯定不得劲 被伤过骗过一次的男人 内心都极度缺乏安全感 和信任 一次不忠 终身不用 于是就这样和第二任 草草离了婚 这第三任妻子 更是不得了 既年轻又漂亮 他俩人出去 都以为是妇女 但这第三任妻子 是个手才奴 孙大爷直呼 和他结婚后 都没有见过他的工资本 家里有多少存款 他也一无所知 他非常愿意跟我过 我们俩过了18年 17年半离得婚了 这个感觉是我 我伤了他的 他愿意跟我俩白头到老 过到死都行 离婚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存款折药 18年我退休 开2400才 那6年退休6年 我没看着我的工资卡 没摸着我 没看着我 全他领域开支 每次开支 就给我100块钱 就连我们家 我弟弟妹妹 我是喜伴 都说我 你过啥呀 钱钱捞不着 工资卡也看不着 你看他过还劲儿劲儿呢 都说我 另外我们同志 同学 战友 邻居 也都说我 跟他过年真处理 大爷觉得挺委屈的 再加上身边的亲戚朋友 邻居都说 这女人不好 劝他多留意一下 这个女人 通过一段时间的蛛丝马迹 孙大爷发现了 第三任妻子 也有背叛她的迹象 怀疑有一个 但是就没抓住 他原来在饭店打工 我怀疑他跟赵老板 有啥活 他就找赵老板去做 去绑干 你比如那个白虎 飘一条了 我说那这小小趣活 我也能干呢 你就找他 就拿着 先去指着他 心里我心里也不得劲儿 所以说这些蛛丝马迹 还有比这还多 再找老板大爷 可不找长得好看的呢 因为太漂亮的养活不住 这下长得咱红娘 也是一愣一愣 电视剧都不敢这样拍啊 大爷这一辈子的感情史 看比传奇故事啊 你这仨媳妇 你找没找个原因呢 仨媳妇全出轨 都跟别人 那你架不住 他勾搭他呀 感情这不是 人的感情在转化变吗 你找好看的 养活不住吗 不如没有安全感嘛 男女现在不都这么 因为呢 不找太好看 没有安全感 大爷给这三个妻子的定义 就是坏女人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老实男人 不能找漂亮 女人靠不住 那种娘们只适合 谈对象玩一玩 不是正经过日子的女人 于是红娘就根据 大爷的要求 找来了一个 长相一般的阿姨 李贵兰 五十六岁丧偶 无工资 无劳保 目前和未婚老闺女 住在一起 不过闺女也是 常年在外面打工 更多的日子 是大骂自个独处 李大妈性格非常朴实 十年前 丈夫就因病去世了 自己带着俩孩子生活 如今孩子都大了 她就想找个 老实八交的男人 一起度过后半辈子 那还等啥 赶紧见见吧 那是孙平 孙大哥 李贵兰 李大姐 你好 你好 说我挺好 你好 我是不是 我不会说 这一会说不行 我这嘴笨的 不愿意说 那就比如说是 个头相中了 长相相中了 你看无非一见面 一个是个儿 一个是长相 是不是 哪相中了呀 个头是哪个性 年代的性 比我小一点 我说 她就丑了 面目有点丑了 不是那么太俊俏了 这里说 咋回事啊大爷 刚才不是你说的 不找太俊俏的女人吗 想要普世会过日子的 怪不得都说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你这属实是 大行打脸现场啊 这不俩人刚坐下气氛 一度陷入尴尬了 我也不得问啥 你吓懵了 跟你说俩人出对象 是不是 不能光地演出演员 其他的你啥的 你想问问吗 带哥也没啥想问的吗 也没啥问的了 不说点话呀 我也不愿意 不会漏 话可以不愿意漏 聊了一会儿 觉得岁数比你大 12岁 那12岁的年龄 差能不能接受 能接受咱俩大大的 哎呀我去 你俩这是来干啥的 往那一坐 跟俩雕相似的 大爷是因为 对女方没演员 说白了就是 和前三任 媳妇有对比了 所以对李大妈 不来电不咋感兴趣 别看女方 比她年龄小了一轮呢 就这也是没看上眼 觉得大妈配不上她 李大妈这边是 本身性格就那项老实 不太爱说话 再加上对男方 有点意思 所以就显得 更加害羞 不敢滋生了 我不会说 老哥 就是挺憨厚 挺本分的 挺老实 挺实在的 就是性格脾气 不善意言谈 不太会说 会老 不快 沟通 愿交流 另外丑茶亮 她会唱歌吗 她一定会唱歌 不会唱 也不会唱 也不会跳 愿门不会扭 啥也不爱好 你今天干啥呀 今天屋呆子 待会不下 出来 溜达溜达 跟老太太 来回走 都一样 宅宅宇 居家宅宇 赫赫还嫌弃 人家是居家宅宇 老弟忽然感觉 这孙大爷 被女人背叛 属实是有点活该了 又想要长得好看 会谈恋爱的 会处对象 会各种社交的 我看出轨 属实不亏你的 不是女人们 爱出去家 我问 是大爷就爱着一号的老娘们 老话说的正好 啥人找啥人 接着这老孙子又开始埋在去李阿姨了 不会处得下 不会恋爱 黄昏恋都不会 还是不是那么太 可信 演员的 体型的 共同爱好还没有 我爱唱歌 居家家庭妇女 居家过热 微信 素质房间也 跟我爸也没 看把这老头子给能耐着 是不是觉得自己挺优秀啊 还不是跟你一个层次的 你这啥层次 说白了就是一个三婚的糟老头子 看见你都来气可别扯犊子了 人大妈多时 这多朴实的女人 没牵手 纯纯是你的损失 你拉老板 你拉老板 不行 就说你说 就趁边找唱歌 这是大人 我这不愿意找我在家待 自己也觉得 以后可能沟通起来 接触起来 也觉得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 以后你就带个介绍吧 大人 麻烦你了 大姐 我就发现你这个性格 真的是 太可爱了一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了 大家有啥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感谢老姐们的点赞和关注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了 我们也订阅我们的朋友们的订阅